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sh 豬仔 今天分別有兩個錶迷 打電話給我 不是問Spinneaker 就是問有沒有細裝的精工 想找些細裝的精工 豬仔其實還有這兩隻 細裝精工 前一兩天我介紹過 這個 炸彈紋面的Paddy 就是一隻 Paddy的款式 其實是同一款 有666 還有藍圈藍面 藍圈藍面 666 藍圈藍面也好 都是細裝 採用了V147 精工光動能機芯 其實這個機芯 光動能機芯充滿電 可以行到十個月 非常準確 還有 光動能的潛水款 Diving Watch 200米的防水 雖然這兩隻都沒有Paddy的潛水認證 但其實它都足以去潛水 200米的防水 螺旋式鎖的標關 先放下一隻 有兩隻顏色 666 666很受歡迎 一向都是 單向式的潛水外圈 你看到我轉動很順滑 綠色的標盤 是一個放寫聖文的標盤 做了綠色的標盤 配搭了綠色的Bassel 這個綠色的Bassel 側邊的位置做了一些凹凸坑的狗牙坑打和 你看到狗牙坑打和的凹凸起伏 做得很明確的 很漂亮的 非常之靈 而且很順滑 完全不介手的 而我拉近了鏡頭 想給大家看一下 綠圈 那圈有些唱片盤紋 我覺得這個做法比較好 就是當你挖花了的時候 沒那麼覺眼 如果它用光深的鋁片圈 就會很覺眼 再加上它配備了 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細錶徑 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200米的防水 綠色的放射聖文錶盤 加上綠色的內影邊框 內影邊框都是綠色的 那時分針 加上這個黑度上面的點點 加上Bassel的點點 都是有夜光 一起來看一下夜光 夜光都幾光亮 雖然它沒有瑞士的夜光 當然就不是瑞士夜光 但是它都幾光的 幾光的 幾亮的 看一下夜光 夜光都幾光亮的 看見到嗎 好了 日力槍放在三點位置 做了白底黑字的日力槍 那錶腳位置我們看一下 順便趁近鏡看 錶腳位置做了拉絲不鏽鋼 間了一條光深拋光 現身的側邊部分都做了拉絲花紋 左右兩邊預留了錶孔 讓你方便更換錶帶 也有小護棺位 錶關在三點位置做了螺旋式鎖錶關 配合了200米的防水 好 看看錶帶 錶帶做了實深不鏽鋼錶帶 也是三行拉絲 間了兩行光深 錶扣也是做了摺疊式的保險錶扣 上面有四個洞 三個眉條位 另外錶底方面做了螺旋式鎖底蓋 這個底蓋是做了物底 寫著Diver 200米的防水 然後寫著V147的光動能機芯 還有寫著Sephy 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Prospect的交叉 logo 這個是666的細裝 這個細裝到38.5mm的錶徑 38.5mm的錶徑 看看這隻藍色 其實藍色都受歡迎的 藍色的放射性文錶盤 同樣整個錶的設計 到布局都一樣的 只是錶帶不同 夜光也一樣的 看一下夜光 夜光也一樣的 好了 向下轉動 放開錶冠 剔起之後有停秒功能 我試一下向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半格我們教過日力槍 半格我們向上轉 一格格調 一格格調 教完之後按進去 拉出來的錶冠 其實都沒有去位 按住它向上轉動 鎖上錶冠 大概兩圈頂就鎖上錶冠 尾到三圈 都是配備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好了 錶帶錶底都一樣的 整個設計都一樣的 我試一下磅一下藍色給大家看 看看多重 重量方面 146.8g 差不多105g 都算重 算有些手感 直徑方面 先量一量給大家看 它屬於小標徑 38.5mm的標徑 我量出來是38.7mm 差不多39mm 11mm的厚度 脖子就去到46mm Bassel Bassel 反而是38.7mm 好了 試一下戴上豬仔14.8mm的手腕 先戴上一隻藍色 先擦靚仔 手指無印 戴上一隻藍色給大家看 很帥 戴上很貼手 潛水款很少這麼小 如果喜歡小標徑 這隻就適合了 通常潛水款現在都過40mm 還是40mm 雖然你說現在流行小標徑 但很多牌子都是過40mm 這個就是38.7mm 你當是39mm 屬於小標徑 666很漂亮 如果這兩隻顏色選擇 我就會選擇666 但如果你說綠色很多 你可以選擇藍色 希望今天問過我兩隻小標徑 標迷打電話來公司 問過小標徑 就看到我豬仔這條影片的推介 答應他今天我會拍的 一隻SEICO的光動 小標徑 藍圈藍面 666 希望你喜歡我的推介 那多少錢呢 豬仔推介 2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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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標迷 記得按個讚 就是豬仔 需要你們支持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訂閱 希望你喜歡我的推介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我各有三隻現貨 手快有手萬無 盡快找我吧 拜拜